一亿个粉丝,据说和一个男人有关 四千万 现在我们的网站已经正式上线了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喜欢的故事 我们还提供了搜索功能 只要输入视频上面的编号 就可以找到对应的中文句子 你也可以下载PDF打印学习 还可以读一读文字的故事 练一练听力 做一做练习 我们的网址是 ezymandering.com 我最近开始自己做饭了 但是我发现做饭真的太累了 要准备很多东西,要花很多时间 对啊,做饭就是挺麻烦的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经常去外面吃 或者交外卖也有问题 就是第一个它不便宜 第二个你也不知道它在里面放了多少什么油啊 盐啊,味精什么的 也不是非常健康吧 嗯,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做饭 自己做饭最大的好处就是 一个是比较便宜 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你放了什么 比较健康,对吧 嗯,对对对 其实这个就让我想起以前我有时候会看李子柒的她的视频 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是她做酱油 而且她的酱油是从黄豆开始做 然后我就觉得,哇 如果你要吃到这个菜,你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对啊,还有比如说她自己种菜呀 她自己什么采茶呀什么的 那她做这样的事情 可能好几个月才能吃上她自己种的东西,对吧 对啊,是这样 诶,说到李子柒,查理你听说了吗 李子柒就是最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她更新视频不是一直都挺慢的吗 因为她要做那么长时间的菜,对吧 可是不是因为她拍视频和做视频的周期时间都比较长吗 还是因为她出了什么事情才没有更新的 对,一开始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她的这个周期比较长 所以还没有来及更新 但是现在我感觉可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吧 就是你知道她的频道在之前有过两次长时间的没有更新 现在是第三次 不过这次和以前不太一样 因为之前在ease上发过一个消息说她报警了 嗯,嗯?哦,我好像记得 就是前两天好像她在ease上面说什么半夜报了个警,对吗 对对对 然后还回复了一些网友的评论 说资本真是好手段,半夜被恶心到了 哦,还有什么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 可是这些回复是不是很快就被删除了 所以网友只是截了图,对吗 对,就是反正她的这个种种行为吧 包括她发这个东西和删这个东西 就是你综合起来看感觉这次的事情应该不太一般 而且最近几天的新闻 李子柒已经正式的起诉了以前的合作伙伴 李子柒她的本名其实不叫李子柒 她叫李佳佳 嗯,大家先记住这个名字李佳佳 李佳佳 对,这次整个事件据说和一个男人有关 哟,不给男人 哟,不给男人 诶,查理,你记得李子柒第一次停登吗 我好像记得挺早了是吧 对 就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很多网友都说 她拍的视频应该不是她一个人做出来的 因为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团队一起做的 然后她说她是自己做的,对不对 好像最后就停了一段时间 你就像她的视频就这么有仙气啊 而且她还拍出了这种就是乌托邦的感觉 就肯定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而且她的这个周期都很长,对吧 她一定会有一个团队 但是帮助她完成这些视频的这个团队 就是来自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男人 这个男人叫做刘同明 嗯,这个名字很熟悉 她是不是有一个MCN机构叫做威念 对,就是这个人,这个公司 威念 就是在李子柒第一次停登的时候 就是有网友发现 她其实在这个期间 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她成立自己公司之后 这个公司就和威念开始合作 就是刘同明的威念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现在看就是她后面的大火 就是特别火,特别流行 和现在发生的这个资本啊 这个情况应该都是和这次第一次这个合作有关 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刘同明的帮助下 李子柒这个IP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IP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IP有多成功啊 在中国呢这个IP 李子柒这个IP有超过一亿个粉丝 然后它在不同的平台都有很多不同的粉丝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对不对 一些中国比较大的APP 什么微博啊 然后快手啊 抖音啊什么的 都有它的粉丝 我们看一下啊 是这样 在微博它有2765万的粉丝 然后在B站 B站是一个视频网站叫bilibili 它有792万的粉丝 在抖音和西瓜视频 它们其实是一个大的公司 一共有5400多万的粉丝 还有在快手 也是一个视频APP 有1000多万的粉丝 最后就是在YouTube 有1620万的粉丝 所以所有的粉丝加起来 差不多是1亿个人 然后在它的广告收入方面 李子柒每个月的广告收入 是差不多4000万人民币 非常的多 对呀 4000万 对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 赚了这么多钱 那李子柒 她到底能拿到多少 网友们其实查到过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第一次合作 其实这次合作 你看V念的股份是51% 李佳佳 就是刚才我们说 李子柒的本名 这个女孩 李佳佳 她是49%的股份 那你看51% 49% 这说明什么 比如说李佳佳 只有49% 那她可能是没有办法 决定一些比较大的事情 她可能只能参与去讨论 可是最后决定 不是在她身上的 对 就是她在公司 李佳佳 这个女孩 她的公司 只负责视频的制作 但是其实真正 她的平台 她的视频 包括这个李子柒 这个名字 她的推广 运营 还有做决定 什么的 其实还是由 刘同明 这个男人 她的微妙 来管理的 而且其实 刚刚我们也说到 这个公司 她负责人的名字 是李佳佳 就是这个女孩的真名 她的本名 所以就是有可能 李子柒 这个名字 现在只属于一个公司 但是不属于这个女孩 在网上 我们就是也查到过 虽然李子柒 这个名字 她的所有权 商标 是在这个女孩 李佳佳 她注册的公司的下面 但是其实 这个公司 真正的运营 真正的老板 还是刘同明 所以她还是属于 微念 所以而且 就比如说 你如果是李佳佳 和微念公司的 分钱的方法的话 因为除了李子柒 的IP以外 比如说在各个平台 上面的收入 李子柒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商品的品牌 对吧 对 我们都知道 就即使我不是一个李子柒的粉丝 我不看她的视频 我也知道李子柒品牌有一个很有名的螺丝粉 然后因为李子柒的视频 带火了整个螺丝粉的市场吧 我觉得 然后李子柒这个品牌的螺丝粉就卖得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不管你在哪里 你可以在超市 可以在淘宝 都可以看到她的螺丝粉的商品 所以其实这个在整个市场是很火的 也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 对 这就是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李子柒她的人气嘛 她非常受欢迎 所以就是她带火了李子柒这个品牌 但是这个李子柒这个品牌归谁所有 现在我们不是特别的确定 而且我们查到了就是生产螺丝粉 和其他的李子柒品牌产品的工厂 甚至包括我们知道最大的李子柒天猫店 就是在淘宝上的李子柒最大的那个店 从表面上看起来和李佳佳这个女孩都没有关系 最后还是微念在控制 所以听起来这一次她停更的原因 应该不是别人猜的什么奶奶身体不好啊 或者是她的团队里面有人被别的人挖走了 对吧 可能就是跟微念之间有一些问题 才导致她停更了 对啊 就像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啊 普通的粉丝 可能只是关心她的节目好不好看啊 东西好不好吃 但是对于一个每个月有四千万收入的 这么一个频道 资本肯定更关注的是利润 对吧 这么高的广告收入 这么高的产品收入 你说哪个做生意的人 他能不眼红呢 所以我觉得可能 因为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更新的进展对不对 所以可能大家都在等一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李佳佳和微念这个公司闹掰了 或者说他们闹矛盾的话 其实对李佳佳和微念都没有特别大的好处 而且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个人就是李佳佳 他的问题会比微念遇到的问题更多 因为个人肯定是没有办法跟资本去抗衡的 对不对 对啊 就是现在大多数网友 我觉得也都是站在李佳佳这边吧 毕竟大家就很喜欢这个女孩 然后当然大家支持她 除了就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资本不公平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通敬她的这个身世 就是有的朋友啊 可能是不太了解李子柒这个人 我就大概讲一下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李佳佳的生活其实很苦的 就是在她很小的时候 她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分开生活了 所以呢李佳佳就跟着她的父亲一起生活 可是到了六岁的时候 她的父亲也去世了 所以李佳佳就回到了农村 跟她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就是爷爷会做很多的农活 我们说种地呀 或者是做一些手工活 所以李佳佳就学了很多做饭的 或者是做这些东西的本事 后来爷爷去世了以后呢 她就跟着奶奶一起生活 可是因为奶奶也年纪大了嘛 所以李佳佳就决定不继续上学 然后就在很小的年纪 可能十五六岁的时候 就去外面工作了 去城市里面打工 为了可以养活奶奶和她的弟弟 大概就是十四岁的年纪嘛 她就去了城市 然后呢你想十四岁她能做什么 对吧 所以她就去饭店里面做服务员啊 然后到了长大一点 她开始学习做DJ 然后她就去了酒吧里面工作 可是后来再长大一点 奶奶年纪越来越大了 所以她决定放弃城市里的生活 回到她的老家跟奶奶一起生活 一边照顾奶奶 一边在老家想办法赚钱过日子 可是回老家的话 赚不了很多钱对不对 因为在农村 所以呢她就在淘宝上面卖东西 生意还可以 可是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她的弟弟建议她 可以拍一些视频 来吸引她的粉丝 吸引她的客人 然后呢她就慢慢的拍了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视频啊什么的 是为了卖东西 后来她才发现 哦我好像比较适合拍做饭的 或者是拍我的农村生活的视频 然后才有了现在的 这样的差不多李子柒风格的视频 后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视频 所以李佳佳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气 喜欢她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李子柒这个账号 也越来越有价值 这个时候那个男人就出现了 这个男人刘同明和他的公司 微念就把李佳佳带到了人生巅峰 也就是后面导致了李子柒频道的第一次停更 还有我们现在的第三次停更 那细心的朋友一定想问了 那第二次停更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下一次再说吧 我们下一次再聊一聊吧 如果你对第二次停更很好奇 记得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也记得点赞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我突然记不住了 请不吝点赞留言